三連星的變化 哈囉歡迎收看齊樂園定時講解篇 今天呢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個形狀 這是一個三連星的一個布局 接下來呢白騎掛腳之後黑騎一肩低夾 那對於三連星可能各位剛學為期的時候都會遇到 那這個地方呢可能因為三連星它的變化比較簡單 那定時的選擇也比較少 剛學為期到低段這段期間就是比較多人喜愛的一個布局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針對之後這個地方的變化應該要怎麼走 那這個地方呢最常見的變化就是點335 然後呢接下來黑騎因為這邊有紙 所以黑騎就選擇打這個方向 好那接下來呢白騎長 然後呢黑騎走這個 然後呢黑騎B 然後呢黑騎飛一個 好這個是以前這個傳統定時 那現在呢我要跟各位講 這個關於這樣的下巴白騎啊 已經基本上是被淘汰掉了 那為什麼呢我們用簡單的首歌來分析一下 就是這個形狀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好這是一個點335的一個定時 然後呢接下來走到這裡的時候黑騎長 那接下來呢白騎在這邊的應對 選擇是跳一個 那這個跳呢應該是一個合理的下方 那當然也有考慮這個打 或者是這個 那這個呢是這個 這個當然也有的變化 好那接下來呢黑騎這個飛 可能有點奇怪 因為這個飛對白騎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好那接下來的白騎這步騎啊走到這個地方來 那這步騎就非常的有問題 因為一般來講這個騎型可以考慮走這個 或者是走這個 又或者是走這個 那這幾個變化呢都會比你走這個還要更厲害 好那走這個之後呢黑騎再飛一個 好透過這樣子一個分析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發現到這個白騎的病啊 是非常的虧 好那所以說回到這邊來 那所以說這個騎型白騎到底應該要怎麼應對呢 好這 這時候AI最推薦的下方是白騎要走這個 然後呢接下來呢黑騎這個騎當然不能跟著打 不然這個就被貼出來了 所以說這個A騎就要壓住 好那接下來白騎在這邊的應對 這個白騎啊 是走這個 好那這個可能 這個大家會覺得有點非常奇怪 第一次在看這個時候啊 其實是有點驚訝 好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形狀啊是 二子的頭被搬住了 那這個騎以前在學圍騎的時候啊 這個老師有講這個二子的頭被搬到 是不舒服的 好因為如果你要搬的時候呢 黑騎是可以把你頭給按進去的 好那所以這個地方啊 以前在學圍騎的時候呢 就會盡量去避免被人家二子頭搬 那 可是在這個地方啊 AI確實推薦 這個騎是可以考慮這樣走的 那這個地方呢 我自己的理解是這樣子 他這個透過這幾下 其實他最大的目的是什麼 他想要搶先手 所以說走到這的時候呢 白騎啊就選擇手把了 這時候白騎就選擇去 手把掛腳 好那這個地方的騎醒 以後啊 黑騎如果要 叫吃 然後白騎反打 然後吃掉的話 白騎再拐一個 好那這個地方 黑騎如果再跟著擋的話 那這個腳上就先手活騎 所以等於是你花了一顆騎吃他 可是呢又落了一個後手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顯得白騎的速度是非常快 好那如果你不走的話 好那以後其實白騎在這個地方呢 是有選擇權的 好那就是以後這個地方 如果他增值有力的話 他這個其實可以打吃 黏起來之後呢 再把這個斷點黏起來 好那就是看這個以後 增值你能不能一手騎吃掉 如果你不能吃的話 那至少這個地方 外面呢就留一個隱患在這邊 好那當然也有可能考慮走這個 好走這個之後呢 再貼出來作戰 這個也是有這樣的一個選擇 好所以說走到這的時候呢 白騎就有兩個選擇可以去考慮 所以說透過這樣的騎行啊 我是覺得這個白騎是值得學習的一個變化 所以說這個三連星的佈局啊 以這個 現在的這個出現呢 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那可能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現在職業選手呢 越來越少下這個變化 好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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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